李清安同场吃饭却不打招呼 在美国方面证实李清安确实有美国国籍之后 上午吴伯雄也不愿多做回应 而且连说句话力挺李清安都没有 现在党中央也有人建议 说如果要补选的话就推连胜文吧 我连胜文却表示说 他希望能够继续待在悠悠卡公司 这是李清安委员的事情 对不起啊 搞清楚也要再来 好吧 那会不会有要他道歉的事情 一句还要了解 打发了媒体却透露媒挺李清安的态度 据了解明天的立法院院会将会有所讨论 所以党中央的立场就是 完全尊重立法院的一个处理的决议 党中央有人认为 要等到最后的结果出炉才决定怎么因应 但如果李清安争留美国籍 党也确实有道歉必要 不过也有人认为 李清安应该自己退打并且道歉 有没有做最坏打算 有可能再征招谁来参加这个答案取得 有这个负案了吗 我想应该要等立法院做最后的决议 党中央方面有争取您这样的意见吗 目前为止没有 而且也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 不要因为听到这个消息 觉得我要落跑 我们现在讲这个都是太早 有没有可能补选呢 被点名的连胜文回母校参加校庆 非常低调 但双重国籍事件爆发之后 李清安和党中央的距离越来越远 和党主席见面犹如不相似 现在美方回函证实他有美国籍 党内也有同志看好 连战长子连胜文或是七连霸的市议员 蒋乃馨都能出现代表国民党 教筑大安区的立委宝座 这位新闻黄明镜李慧州 台北综合报道